20. 《蘋果日報》 敏感話題 2015年7月11日 名彩論壇 E.04 黃金冒險號陶結上海和深圳 時不時可以超越香港 中國一場鼓災 許多喜歡吹牛皮的人 迅速現形 因為政治鬥爭的病毒入侵香港 誰說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超然 上海深圳還不可以取代者 會被中國五毛構想大香港主義 歧視內地 然後是鼓吹港獨的罪名 然後是如果不是北水南調 你們香港早就愛死了的勝利宣言 所以 連香港國際金融都會這個名詞 也越來越敏感 國際金融城市還是香港 因為港交所 證監會 香港做的IPO 需要的各樣具細無為的步驟 全部是所謂港英時代流下來的制度 當然 英國撤出香港之前一定埋下地類 此一信仰 令外國的中國人恨得咬牙切齒 但大陸的股災證明 英國人包括彭定康 在香港為中國人迷下的唯一地類 就叫做誠實 對於中國市場 是普世價值觀的主題 一家公司帳目要清楚 會計師要獨立 如果想上市 不可向港交所行會 證監會也不可以私下接哪個公司董事的電話 約一場飯局溝通 想使公司要專業 一個董事局的名字攤開 都是大軍 小兵之類 大部分是共產黨員 問題還不大 但不可以是一個家族的小口而生 加一個太禁營的非執行董事做舉手機器 北京模式的生意方式 在中國確實可以連連GDP百分之八 但是這一套 與英美帝國主義確立的普世價值相違背 公正 透明 誠實 港英留下來的地類 市場獨立運作 股市承實交易 偏偏獨立和承實這兩個名詞 中國的愛國五無最為仇恨 上海和深圳 如果在金融方面能超越香港 那麼十多年前廣州也複製過香港的馬場 廣州馬場也早已超越香港的馬會 很簡單的常識 當然 香港環市會由上海深圳超越的 只要將港交所 證監會 加上香港的法官 盡快由內地精英接班取代 不必擔心 有兩班子幫忙加快報伐 這天很快到來 大家都開心